Sup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話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DJI Pocket 3 三個月的使用感受 OK 首先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為什麼今天會突然又要分享 Pocket 3 之前在 Pocket 3 種草給各位的時候呢 有埋下一個坑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DJI Pocket 3 的最佳設置 是什麼動機讓我開始分享 我發現他嚴重的賣斷貨 我最近身邊超多超多的朋友都在問我說 你 DJI Pocket 3 怎麼買的 那首先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可能的購買通路 首先第一個 你在某寶上可能會買不到 然後你要上 DJI 的大疆商城 它的 App 上你可能會有貨 但是呢我剛才點開 它是要排到二月底了 所以呢 我就問了大疆官方 哪裡可以買的到 他們說三母 三母可能會有貨 所以呢 各位如果身邊有這個三母店 都可以去看看 說不定會有貨 他們線下店都可能可以直接購買到 好那今天這期視頻開始分享之前呢 我要先強調一下 這一期內容是毫無充值 OK 就是完全我個人真實的使用感受 那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它這麼久下來 我感覺到的六個優點 還有三個缺點 在後面呢我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設置是如何去設置的 去幫助各位獲得最佳的畫質 好首先我們現在來聊優缺點 第一個我最喜歡它的地方就是畫質 它的畫質真的很棒 一英吋的底 它的畫質真的不輸一兩年前的卡片機 又這麼小又這麼輕便 4K 50幀 4K 60幀 甚至4K 120-1080p 240幀 這些規格與參數都非常足夠去完成你幾乎所有的拍攝了吧 但凡我需要這樣快速拿出手機拍攝的這種場景 我都會直接換成拿出Pocket 3取代我手機去自行拍攝 它的後期還原呢也非常非常多的空間喔 國內外的DJI Pocket 3他們調色出來的結果都非常非常棒 好再來第二個最愛它的地方呢就是輕巧方便 就這樣一個大小你可以輕鬆放進口袋 我會配合著這個保護套然後再放進我的包裡或是口袋 假如呢我要出門旅行 我需要把它放進我的包裡或是行李箱裡 DJI Pocket 3的那個全能套裝就是有配合它的那個 DJI Mic 2還有這個電池手柄的這個套裝 我會這樣把它全部塞進裡面然後這樣一整包直接放進我的背包裡 或運箱的話是沒有辦法拖運的因為它自帶離電池 OK 鐵心提醒一下 不會佔空間 而且非常的模塊的話我要一找它就找得到 完全不會丟東西 所以我覺得現在DJI它在這個收納設計上是非常非常的貼心 尤其Pocket 3完美的去解決了很多問題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下一代要怎麼進步耶 它下一代進步得多誇張啊 然後麥克風你可以夾在這上面 它是可以這樣夾住的有沒有 是不是很好收納 然後電池手柄直接插著 來就這樣 直接放進你的anywhere 就是 收起來了 出門旅行必備良藥 然後第三個超級愛它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開機時間超級快 Pocket 3 錄了 幾秒鐘 不到兩秒吧 拍完了 來收 2 3 從拍攝到結束到收起來 5到6秒 哇 Sky啊 這你不買它 再來第四個就是它的filter 就是它的濾鏡 真的是超棒啊 磁吸濾鏡這件事情 不管是專業系列的啦 還是現在到這種vlog系列的磁吸都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濾鏡就真的就是一瞬間來 裝好了 OK 不要拿下來 裝好了 不要拿下來 就很快 有哪些濾鏡可以用 第一個 是它原廠的這個增廣鏡 增廣鏡是你在拍攝手持vlog 就是你在這樣拍的時候 大部分你會需要使用 因為它這樣畫面會顯得臉比較小 OK 對女生來說 這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臉啊 跟背景啊 都可以去帶到 且交代到很好的這個環境關係 再來第二個我要推薦的濾鏡就是它的這個柔光鏡 我真沒想到一個這麼小小的相機居然可以有柔光鏡 首先柔光鏡有什麼功能 我快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降低對比 對比太強了 其實會給大家太多這種很drama的這種情緒 所以我們會透過柔光鏡去降低對比度 再來柔光鏡呢 它可以有效的去柔化你的肌膚 好那再來過度高光 讓你的高光有一種電影感的感覺 真的超好用 再來第三個 各位一定要買的就是它的nd減光鏡 但是它的nd減光鏡我買不到 甚至問了他們那個官方 我說 可不可以這個方便咱們這個記憶套給小留我 好可以幫你們好好的繼續分享一下這個nd減光鏡 他跟我說 No Sorry 我們的庫存就完全沒有貨 哈哈 我說 Oh more 沒有辦法 買不到 所以呢 我非常建議各位 付廠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不到一兩百塊 你就可以搞定它的nd減光鏡 如果你希望你的VLOG 視頻畫面質量 想要再高一點點 你絕對會需要nd減光鏡 Please 買它 好再來第五個 我超級愛它的地方叫做自動跟隨 Pocket 3真的很方便 它現在很多時候都甚至成為了我的主機位或是第三機位 你只要放它在那邊 它鎖的真的超緊 它這個自動跟隨牢牢鎖住你 完全就是 你就是它的中心 而且你一開機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辨認你的面部 然後瘋狂的追蹤 你怎麼動 它都一直鎖在你的臉上 太好用了這個功能 防止各種沒拍到的情況發生 再來第六個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現在當今時代各個數碼產品 都會需要的一個東西叫做快充 電池能大大提高你的拍攝效率 如果我單使用它去執行拍攝 可能到了10% 20% 我接上這個電池手柄 它會呱呱的把那個電量往裡面懟的那種感覺 超級快 這個時候的電池手柄會沒電 但是你這裡又充滿電了 然後這個時候把你這個電池手柄 接上你的充電寶 它就又滿電了 假如你有帶充電寶的習慣的話 它幾乎是不會沒有電 那晚上充電的時候就這樣 接上它你會獲得一個滿電的Pocket 3機身 跟滿電的電池手柄 唉這太好用了 好那這個瘋狂吹捧了一段時間之後 講了足足六個優點 難道它沒有缺點嗎 有它還真有缺點 就像我們人一樣 再完美都會有缺點 OK 好首先它的第一個缺點是收音 OK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用指向性的麥克風 這樣是我平時的一個VLOG套裝 這個就是指向性麥克風 為什麼我會比較喜歡這種麥克風 它不是說 啊不啦不啦不啦 突然有人來了 我需要做一個互動 我直接把它轉過來 我直接在這個麥克風旁邊講 這樣收音會比較相對來的清晰一點 而且它這個往前收音呢 就可以清楚的收到 我正在對話的那個人的聲音 好那大疆的麥克風有怎麼一個缺點 假設對面一樣突然來一個人了 那我會直接旋轉我的畫面 對著對方講話 它沒有辦法收到對方的聲音 對方講話就完全聽不清楚 然後解決方法是什麼 你就會需要一個這個拓展 反正它原廠會給你 就是如果你有買全能套裝的話 這樣一個套組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把它裝在上面 所以我在自拍的時候呢 它就指向著朝著我去自行收音 對吧 有人來的時候呢 我的習慣還是 旋轉雲台 但是麥克風沒轉過來啊 這樣轉過去拍別人超怪的 他看到他自己的話 他絕對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麥克風突然朝在那邊的話 他應該也會很難收入我的聲音 但是也可能大疆未來會出紫項新麥克風 那肯定很棒 再來第二個缺點呢 就是他沒有長焦端 iPhone 15 Pro Max的那個長焦端 真的超級好用 為什麼長焦好用 我得快速來解釋一下 因為長焦呢 可以讓我們在雜亂的環境下 快速的去完成我們的構圖 不用往前往後的跑來跑去 當你畫面拍得越廣的時候呢 對場景的要求就越高 再來第三個缺點就是對焦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它的焦點 但是它的傳感器比較大 它的1英寸大底是需要對焦的 就是它有景勝關係 但是我沒有辦法很好的去控制它的對焦 突然靠眼鏡的時候 它會突然拉風箱 或是對不上焦的情況 然後你又不知道它的對近對焦距離大約在哪裡 你就感覺它這個東西設計 就感覺你可以拍很近的感覺 聊完這個優缺點 我們也來生存欲一下啦 我覺得它優點是目前完全去蓋過它的缺點 它並不會因為它的缺點導致不購買它 因為它現在在市場上是無可取代的存在啊 如果要我選一台卡片機跟它 我會選它 它太方便了 OK好 那我們的優缺點講完了 我們來上干貨啦 就是它的拍攝最佳參數 OK 我的花子呢 就直接上在這裡 大家歡迎去照超快速的來給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去設置 首先呢 我們的這個曝光我設置為M 手動曝光很重要 它才能有效的去控制你的拍攝畫面拍攝質量 分辨率呢 我在亞洲這塊呢我會設置為4K 50fps 如果出到國外呢 有時候需要一些60fps的情況我會設置到60帧 那快門速度維持我們的快門180度角的原則 兩倍分之一 50帧 我的快門速度就是一百分之一 60帧一百二十分之一 ISO我會盡可能去把它控制在最低 我會找到陽光才去用它 就可以很好地去展現它的畫質表現 所以我們會盡量避免在陰影下拍攝啦 難怪我最近越來越黑 我黑了嗎 白平衡我非常建議各位要手動白平衡 包含你的iPhone也是 你只要出門 我非常強烈建議要手動白平衡 因為白平衡一動來動去 你在後期調色的時候你就會非常的難受 那我平時在晴天情況是5500K 陰天情況6000K 色彩一定是把D-Log M的10bit給它打開 把它性能全開 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我會進到後期去調整它的顏色 對焦模式呢 使用連續手持Vlog的時候呢 我會把連續模式打開 但是如果呢 好比說有一些固定場景 展示東西去口播的時候呢 我會把它設置為展示模式 然後圖像調節呢 銳度為0 去照為0 因為這些東西都可以在後期去做調整 那這個就是我的參數設置 那固定參數會有個問題 你可能拿到室外的時候發現 啊這也太亮了吧 我的畫面全部都是過報怎麼辦 那我前面有提到你要去購買ND鏡 還有哪些設置 我個人覺得非常建議各位可以把它打開 首先第一個轉屏開拍啊 我非常建議各位可以打開 因為它可以防止你錯過任何美好的瞬間 然後再來呢 默認上次設置 如果你沒這樣設置的話呢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尷尬的場景啊 你按下你以為你拍攝了 結果它只拍了一張照片 根本沒錄 哇 跳樓的心都有啊 再來往下呢 無線麥克風的功能 我建議各位把它全部都打開 通常默認是全開的 唯獨一個沒開就是32bit浮點聲音 在前面呢 DJI Mic 2呢 這支視頻有跟大家說 麥克風的使用 哎 歡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讓你獲得更高的視頻聲音質量 那視頻壓縮呢 我非常建議各位把HEVC打開 如果你設置為D-Log M HLG 10bit 設置聲打開的時候呢 它通常會默認這個格式啊 因為它可以讓你獲得最好的壓縮比 最高的視頻質量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設置的部分 歡迎大家去照抄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參數的部分 你們可以學習到更多 那有問題歡迎評論問我 我都會來給大家回覆解答 好那參數和優缺點都介紹完了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在使用上的時候 個人喜歡的使用方式 就是它有一個小腳架嘛 然後配合這個長手柄電池去使用 我通常是這樣握著去執行拍攝 非常的舒服啊 因為我的手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會覺得啊 這樣握的時候 我感覺很容易誤觸 因為它這裡是有搖桿的 我的握持空間其實不太多 但如果是女生的話 其實這樣握持也是蠻舒服的 加一個手柄這裡會舒服很多 你看下面會有空間讓你握更多對不對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握著 在手柄上面去執行拍攝 然後我需要去轉接的時候呢 我只需要把它這個快裝頭 去配合運動相機的一些轉接頭 去轉接就好了 然後我在大多數的使用場景 在室外手持的時候呢 手又大又長 所以我可以伸直 它這樣其實對我來說 拍攝起來的畫面 剛剛好 不會有太多額外的積變 我畫面會比較好控制一點 所以我在手持的時候 增廣鏡會比較少用 但是 什麼情況我會用增廣鏡 就是手痠了 靠著我的身體 然後這樣去執行VLOG拍攝的時候 我會去配合增廣鏡的使用 我在室內可能 咖啡店啊 比較這種雜亂燈光的環境 我會使用柔光鏡 我會調整的參數 我會提高一點感光度 我最高最高提高到800 高於800我就不拍 因為太暗 去柔化那些雜亂的高光 然後去降低畫面對比 讓我在後期有更多的調整空間 室外的話呢 裝上ND鏡 好 那這個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的 DJI Pocket 3 3個月之後的使用場景 真的很值真心推薦可以買 它應該會是 這兩年甚至三年 都無法被超越的一台VLOG相機 好啦 那這個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視頻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的視頻 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 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Peace Bye